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在踢非法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打不开局面的情况 比如对手摆大巴,或者防守没有太大的空档 这个时候定位球就会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FIFA18法任意球的技巧 熟练掌握这个技巧会让任意球变得跟点球一样容易 你没听错,法球成功率真的不低于点球 其实相对于点球,个人反而更喜欢进去前的任意球 主要是因为罚任意球不会给对手任何玩心理战的机会 而且我还不用拼命的克制暴揍门将的冲动 这个战术任意球操作本身并不复杂 但是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首先是主罚球员的惯用角 如果罚球点在进去前的左侧需要用右脚球员主罚 如果罚球点在进去前的右侧最好使用左脚球员 选好主罚球员之后 点LTL2叫来第二个罚球队员 再点RBR1叫来第三个罚球队员 叫来两个队友之后我们开始罚球 按住RBR1的同时点假设 这样第三个罚球队员就会从球上跑过 在他启动之后再一次快速的点短传 主罚球员就会在队友从球上跨过之后把球传给队友 觉得多数情况下当第三个罚球队员接到球的时候 他已经直接面对门将了 瞄准远门柱 大力低射 就这么简单 如果接球位置比较偏 射门角度比较小 可以选择点RBR1加短传 大力传球到中路 不用犹豫 中路一定会有队友接应 如果罚球点距离球门相对比较远 按完假射以后 可以让队友再多跑一会儿 然后点短传 这样能让他在接球的时候更加接近球门 当然如果传太晚 队友就会跑过头 造成阅位 如果想要迷惑对手 在点RBR1加假设之前 可以先点LTL2加假设 这样第二个罚球队员 就会在第三个罚球队员之前 先启动跨过球 这个罚间接任意球的方法 不仅对电脑有用 而且对玩家同样适用 绝大多数人根本猜不到我们传球的路线 等到我们第三个罚球队员跨过球的时候 再去换人啊跑位 根本来不及 即使是极少数的玩家能够提前把防守队员挡在我们路线上 大多数的时候也会被无视 如果能熟练掌握这个技巧 几乎每一个进去前的任意球 都会转换成无人防守下的单刀射门 那么问题来了 你单刀射门进球率是多少 五个进不了三个的同学 请自觉留言 自免一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或者支持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FIFA相关的视频 请订阅或者关注 这里是波波多呢 我们下期见